5 4 3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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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4 1 6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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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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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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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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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 2 2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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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六 我覺得台灣很親切 不過我要告訴你 以台灣來說 台南是會更親切 你們在看前面 像那個時代 你如果看前面 你也知道怎麼吃 送人家墓士代表 你不會吃 好愛 我選到一個 你選哪一個 裡面也有 因為我覺得台南很純酷 人物是最好的風景 所以我們台南最濃的 就是人情味 他在跟顧客的相處之前 也會比較像家人或朋友 一方面就是像大家講的 人情味 把握手錶的 人情味 拿起來特寫一下 像我們教人 是他們自己教自己 他們就很困難 所以可能就覺得 他們那一種很銷的 殘酷對話 是比較困難 他怎麼也要蠻用力的 像他們來做一些手作什麼的 也可以跟他們聊天 雖然可能時間都變得 然後毫無講究之久 因為都在聊天 對 也是會做啦 但是有些人就會比較 他會花時間去做這個 他就是也想要跟你 多聊天一些台南 他可能是說 是有單身想要做這個東西 他就算是有精彩 他就賺保住 哪有 monkey 不臉 Enjoy 寶貝 Yeah 耶 出現了 小燈在走了 耶 出現了 耶 打正 正是台灣 讓台南就是平常來 除了美食以外 還有它的文化以外 我覺得每一個角落裡面 就是讓一個光光很好可以休息的地方 包括你騎車開車或是甚至騎腳踏車走路 就是會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壓迫 對 然後可以慢慢的去尋寶 有很多小店啊 色色的小店啊 老街啊 引導啦 引導他們進來 算是他引導他們進來 不會說過去是沒有發現到這一家店 就是他們裡面有很多 已經幫你整理好各式各類的店家 那就等去很多我們可以做功課的時間 裡面會有一些優惠啦 甚至於你可以怎麼樣容易去到達的那種地圖跟指示 裡面因為有什麼天然植入的東西 那這一個部分我是覺得比較 對於旅客來說還蠻方便的 因為他可以知道他下一個霧路地 大概可以走多久他就可以到 不會再只有補師了 他也不會再只有想說 2R Code的這個活動 然後這個經濟 基本上我們是蠻看好這個 這個做法的啦 因為這個基本上會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一個行銷的趨勢 或者是一個使用上面的趨勢 通常這個東西可能他投入的經濟 這些計算可能不是小店會去花的錢啊 可能就是大財團他會去做 因為小店他進的話會 那政府願意一些 就是小店家來做這些 那會不會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呢來自裡你就有感受到 欸那好像是一個 謀化歷史的城市 人家說台南廟說 防遠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內 這是台灣密度最高的一級古蹟的區域 那我們台南 大家要知道最早開發 在台南隨便 腳去踢到的 你就會踢到鼓跡啊 跟其他的一些旅遊的 比例最大的差一點 那其實就是在 它裡面有那一個先人指路的功能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食控源 可能到零百貨了 可是呢 你現在看到的是現在的零百貨 那你用的這個東西說 你看到幾十年前 甚至更久之前的零百貨的樣子 或周遭街道的模樣 那這一個 針對這個 台南這一個製程來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體驗 讓你看到過去 才也看得到現在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引進國 中小企業處 還有台南市政府 中小企業處 中企處 還有台南市政府 還有公園院這麼幫忙 公園院的人 來輔導我們 對於現在 年輕人的消費模式 有更好的助養 都很感謝你們 讓我們的特色可以發揚光大 讓人都很看到 那我們也會繼續努力 我們有強烈的企圖心 就是希望說 把台南的料理 台南的味道 呈現給世界各地的外國人 這一個人 有藝人體驗 比較 有收入 台南市中西區 獲選為南部休憩產業發展 成為經濟部選定的 第一點休憩服務示範區 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所推動的 南部創新休憩服務產業企劃 今天就在我的意見 避風圍體 等等的廣告 前進去 愛妻頭 讚 愛妻頭 愛妻頭 你 你側風啊 你側風啊 來 台南 愛妻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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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妻頭